这几年稍微让人记住的大概就是他参加了盖世英雄 在节目上展现了他对电影的热爱 而且凭借超强的音乐才华 所以很多人都说他是音乐才子 但是这位音乐才子在红了之后并没想要大力的给自己宣传 在娱乐圈众多歌手消耗名气努力赚钱的时候 王力宏却选择了结婚生子 前段时间消息传出王力宏新专集AII即将发布 如今这一专辑也正是露面 真是惹来了不少争议 首先有人就说主打歌AII 旋律类似林俊杰的编号89757 而且专辑封面也像起了当年追着的风格 MV中的某些场景蔡依林《大丈夫》MV中也有出现过 而MV刚被一大波网友吐槽完 歌曲紧接着又被网友指出 涉嫌抄袭美国创作型男歌手John Ballian的热单 All Time Low等待多年推出新歌 不仅没有得到网友认可 反而恶评如潮 而且作为数字专辑 王力宏新专辑的销售量 还比不上陆寒吴亦凡的领头 这就有点尴尬了 看过MV的人都知道 王力宏这次在场景布置上花心了心思 而且还有李开复出演 只是刚出第一集就被吐槽成这样 王力宏自己估计也没有想到 小编觉得音乐潮流更新的很快 王力宏虽然想把科技与音乐融合在一起 打造全新的电音 但不料没有获得更多音乐爱好者的青睐 再加上目前新称代歌手势度重镜 00后又比较 是